就因为行情可能跟你想象的 是不太一样的 那用对的方法呢 偶尔亏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长期会赚钱 用错的方法呢 你如果偶尔获利 这样的场景也会亏钱 欢迎收看 Today才知道 从去年到今年 我想很多的上班族 都有一个共同的体认 就是哇 上班一年 可能都没有股市一天 赚钱赚的多 这真的是很多人这样讲 但也有很多人说 哇我在股市这一年当中 真的是做白工了 早早就毕业了 到底你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专家 帮你好好问诊一下 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朋友 林承映 Kevin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韵芬好 其实说实在 有很多上班族都讲 说我在股市赚个几天 就比我一年赚的还要多了 这你应该也听到很多了吧 对 我也听到几个朋友 那么其中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都不做电子股 他投资传产股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传产比较闷 对都是电子在涨 是结果呢 他从这个去年的时候 他就一直看好原物料的走势 他认为就是说呢 疫情后会有一些的改变 那他就一直提到说 比如说这个橡胶类股 缩花类股的话是有机会 但是我们也根据以前的经验 觉得说这种股票 他可能几个月上去都下来了 对 然后有一个涨幅 但涨幅中间你如果没有跑 其实后面的下沙是很惨烈的 侠的都有贪到 像我们这种保守的都没有贪到 对 后来前一次就听说 他因为他是重压了 所以他就订了一个房子 这个几千三千多万的房子 就是就买上去 好令人羡慕 就是说买股票 然后就可以买房子了 这真的是令人羡慕 但说实在的 股市也有很多的毕业文 对 就是重压之后 然后融资 然后现在搞的有很多 就变成小韭菜了 因为韭菜被人家收割了 还有就是出现违约交割了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一帆风顺 乘风破浪的 有很多人这个船也不见了 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人赚很多去买房子 但是你赔到卖房子也是有的 所以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 像前一阵子 行情有一天盘中跌了一千多点 那在盘中的话就有一些股票 就出现 比如说跌停板卖不掉的状况 那有些人以前是习惯 看不对可能冲掉 或者做短线 然后结果他一个失守 或者动作比较慢 那么后面就出现了违约交割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你投资的好 然后你适度的做获利了结 其实你中间的利润是可以期待 但你如果说后面可能过度贪心 或过度自信的话 风险这个也是非常大的 过去我就看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你的标的可能没有错 可是你的价格错了 有人就追一档股票 你知道他买80 卖72 然后再追93 然后卖到89 然后再追103 表示这个股价 如果你能够从80几块报到103 你是赚的 可是不断的就是追高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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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是觉得标的有问题 事实上可能是你的投资行为出问题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到底会出现哪些行为上投资的问题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 从我们的这种行为科学的角度 去看我们的投资 那这是这几年来 大家非常盛行的流行的一个确认的方向 那我讲几个跟投资朋友常常会遇到的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确认的偏误 那这什么意思呢 你名词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就是说 当你买了这个股票以后 举例来讲我们刚刚讲说 他可能买了半导体股 他觉得这半导体股是台湾之光 所以台湾之光的话 绝对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就当他的后面在做吸收资讯的时候 他都会找相关有利的资讯 然后他会忽略掉不利的资讯 这就造成了选择性的谬误 未来一旦他真正的发生反转的时候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投资上面就失利了 这就是我们大脑其实是会偷懒的啦 就像我走在路上 然后有人叫我说 这个资深美女啊 我只听到美女就很开心了 我自己就把资深两个字忽略了 所以我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标的 觉得他是护国神山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万一对他不利的 你可能会忽略 可是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行为上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那下来的话就说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就是说 有些人根据以往的经验 像刚刚运分的例子如果反过来 他买在72 然后卖在83 然后跌到78之后买进 又卖在90 倒过来就好了 然后拉回来的时候在88买进 又卖到100块 那他一档股票做下来的话 他可能只是从70几涨到100 结果他中间赚的是40 50块 因为他做的差价很漂亮 他就会产生两种情形 第一个他对这个股票 股性非常熟悉 第二个的话 他操作短信的技巧也非常厉害 他就会对自己产生自信的 然后会认为什么样呢 会认为说下一次这档股票的时候 来他的行情他也能够完全的掌握 那另外他会产生一个自信就是说 如果他把这个操作技巧 应用在别的股票的话 那他应该赚更多了 因为以前只有这档是这样赚嘛 那我如果把他复资在好几档股票的话 不就可以吗 那这会产生了过度的自信 但是有一些的观念 他会一再的重复 但是同样的行情 并不一定会一再的重复 那刚刚讲的是投资行为上面的 这个常常犯的错误 在操作面上面 有没有常常会犯的错误呢 是操作面上面 很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 大家不太愿意认赔 就是规避损失啦 规避损失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就叫做停利跟停损 大家可能听过 用的方法也不一定都一样 但是真正要去做的时候 很多人会不愿意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停止迫据就是这样 你这个股票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 从70几涨到100 那等到100的时候 可能跌到95 你就会心里想说 100我都没卖了 我怎么可能95卖 那所以呢 再从95再跌到90的时候 心里想算了 如果这次来95就卖了 结果他跌到85 85我心里想说那怎么办呢 那不然长期投资好 所以他又跌回到70几 所以你变成看到太阳上山 看到太阳下山了 那这个还是一般 如果说他变到60几的话 那你从赚钱都变到亏损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停止获利或者是说呢 要做这样停利的事情的话 对有些朋友来讲 他是做不下去 那停止损失可能就更难 因为根据调查 就是大多数的人 他的那个后悔的感觉 就是卖出之后 结果他涨 这个叫后悔 对 然后呢 买进之后呢 结果他跌到套牢 大部分人在后悔上面 会比较痛苦 但是套牢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那原因是因为就是说 你没有你卖出去之后后悔的话 你少赚了那个钱 但是套牢的话 因为你觉得他以后会涨 所以你有希望 所以你相对没那么痛苦 但是其实呢 买进之后就套牢 基本上是一个风险的讯号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买进之后就套牢 就是说你买了以后 他开始跌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开始在跌 那当然就废话 因为他开始在跌 所以你买了以后 他就继续跌下去了 那这就是风险 因为他可能涨完了 或者他会进行一个比较长 或者是比较深的修正 第二个的话呢 是个人因素 人家说 人家在衰竞不万嘛 谁才对 你个人正在走没运 因为我有遇过这种人 就是人家买会赚 他买不会赚 真的有这种人啊 对 但是他就是那个时间运气不好 那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在投资界 这种一段时间 也知道有所谓的手气 那你手气不好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你会休息 少做了 因为你就已经做不顺了 对不对 那你还去硬做 那不就亏更多吗 我们举一个打麻将的例子 跟投资朋友 哎呦 赌博了 对 可能有的朋友不会打麻将 你把他当成是打扑克牌 或什么的 就你拿到牌之后 你一看 哇 每一张都不相搭 对不对 那每张不相搭 你没有办法把他串成对子 对 或者是顺 那怎么办呢 通常来讲的话 有的人就会避免放炮 就不玩了 就相攻了 反正我就玩下一个 使手不攻 对 那这个打麻将的时候 大家都会 但是真到 真正你做股票的时候 就说 有些股票做不好 但是呢 我看的这个一定没有错 这支股票一定会涨 所以他跌下来的时候 你还继续加 最后你把你的钱加在 表现不好的股票上面 然后你把表现好的 你把它卖 那就是你拿到烂牌 结果还要硬凹 那最后呢 放了一个大枪 二十多年前 我听到一个前辈 告诉我一件事情 让我在后来的 这十几二十年当中的操作 我觉得是比较妥当一点 他就问我说 韵芬 如果两档股票 一支涨一支跌 你现在需要用钱 你要卖哪一支 我当时的回答说 我卖涨的啊 他说为什么 我说这样不痛 他说错 大错得错 你这辈子要记着 要卖跌的 因为跌的一定有原因 我就记得这句话 我觉得受用无穷 今天也送给我们的朋友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就像你刚刚讲 他跌一定有原因的 对 那你就记得 要卖应该要卖那个跌的 而且他涨也是有原因 你何必又急着 把他卖掉了 那最后我们要请Kevin 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如何改善这些问题 对 我们常常会有过度自信 或者羊群效应 或者是只会买不会卖 对 或者是卖了涨的 对不对 然后把那个跌的 烂的留在家里面 当存股 这都很糟糕的 对 当然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有的朋友就会说 可是我上次卖了以后 他就涨 对不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你设一个讯号 比如说跌破什么点 我把它卖出 比如说设均线 或什么点 我记得韵芬以前的节目 有特别提醒过这个 就是跌破什么点 你就做卖出的动作 没跌破 你可以凹一下 所以不要乱凹 那最后的话 我就要提醒我们各位的 这个观众朋友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投资原则 好 血泪交之的经验 第一个的话 就尊重市场 我合理的分析 但是我会看一下 实际上发生的状况 这个真的 我以前当分析师 然后当过经理人 操盘人 我们当然每一天 都会分析市场 但是我也要真的很诚实的 跟投资朋友讲 我分析的时候也会错 虽然对的时间 比错的时间还要多 但是也会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在错的时候 你还能够去把你的操作 就整段的操作的话 做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尊重市场 你今天认为它会涨 就让它跌了 那你要想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没有注意到 那你认为它会跌 就让它涨了 这个我们要小心 那接着是 我们对股市来讲的话 持股胜率高的时候 要很积极 胜率低的时候 要比较谨慎 你就觉得你很衰的时候 你要谨慎一点 对 我们刚刚特别提醒大家 操作不好的时候 要谨慎一点 那接着设立停利停损点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那我们可以卖错100次 不可以大亏一次 对 这我们刚刚提的 就有些人说 可是我卖了以后涨 那没关系 因为你执行停利停损的时候 有时候10次 你可能会有7次 你小亏 甚至有一两次卖错的话 然后它后来涨 但是只要避开大亏的那次 其实各位朋友 可以把你的投资的报酬率 把它列出来 你如果把你大亏的那几次 把它给扣掉的话 不要亏那几次 你的整个投资的报酬率 会好很多 所以千万不能大亏 接着波段操作 选择多头股 这时候基本技术面 会比基本面重要 长期投资的时候 选择宽护城河的 这就是巴菲特的投资的理念 基本面好的公司 那在持股高的时候 要做好减码的准备 持股低的时候 做好加码的准备 因为行情可能跟你想象的 是不太一样的 那用对的方法 偶尔亏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长期会赚钱 用错误的方法 你如果偶尔获利 但是长期你会亏钱 因为对的方法 它是可以重复的 对 然后不对的方法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甚至它会让你有了错误的观念 所以建议大家我们把正确的观念 找出来之后建立 然后彻底的执行 这样投资报酬率就会提高了 好 慢慢看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大家就可以学到 正确投资的方式 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大钱 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Kevin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Kevin 谢谢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 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